你为什么会说中文呢 我还是为的 我在哈尔滨学过 什么大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学 你上过几年 一年 以后我去广州 我看这里很多人会说中文 我今天要离开伊尔库茨克了 遇到一个租车车司机 他会讲中文 在中国待过对吧 谢谢你啊 做了 两天的火车 我终于到这个新西伯利亚了 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好累啊 如果我在特战看到一个 一个失去双腿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在站着中失去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俄罗斯的 亲女都这么好放呢 这是我在新西伯利亚订的一家 进来之后全是涂鸦 看来他们的年轻人 都真的比较好放啊 好也是挺吓人的 好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郁闷的事情啊 俄罗斯很麻烦 就是这个住店的话 你住这家店 要有上一家店的那个一个证明 就是差不多像落地签的那种表格 就是搞得我乱七八糟 我刚住那家酒店 他拒绝给我入住 是因为我没有上一家那个书的那个 我的入住证明 刚刚我联系了我在这边的一个朋友 他跟我解释了 然后幸好我在前台遇到一个会说英语的本地人 现在我俩都被撵出来了 这个小哥帮我去找另外一家这个酒店 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那个你入住酒店的话 一定要问酒店要那个 就是他们上传给移民局的那个 纸质的那个东西 因为我没有那个原件 然后那个酒店就不给我入住 所以我打电话问了好几家 幸亏那个小哥帮我 他因为用俄语帮我问了好几家酒店 终于有一家是可以那个让我们入住的 理想到在俄罗斯旅游真的是困难出错啊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家这个轻侣 希望不要被撵出来 哇 还9.5平分呢 因为这个小哥看我不会说俄语陪我过来 太开心了 现在我终于有地方收留我了 不用睡大街了 这个酒店比刚刚那个漂亮一点 他说这个酒店比刚刚那个漂亮一点 好开心啊 在这个又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前男小姐姐和这个俄罗斯小哥 帮助了我 终于找到了我今天的军所了 我们就在前台聊 我都很开心啊 他是从那个哈萨克过来回到俄罗斯的 我说我要从这里去哈萨克斯坦从这个月底的话过去 然后他们问我是旅行博主拍什么 我说就是拍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啊 比如说我今天遇到 一开始遇到很倒霉的事情 现在又遇到非常可爱的两个人 我跟大家讲太厉害了 这个老哥好牛逼啊 从哈萨克斯坦涂搭回来的 涂搭到新西伯利亚的 他跟他朋友是在这边是街头艺人 就是跟他的朋友在这个街头做这个吉他演奏 就是做街头表演赚钱 现在小玉要跟在清雷认识的一个街头艺人去街边卖唱 然后他们就是靠这个赚取生活费 其实涂搭我在旅行当中很少涂搭 因为我觉得一个女生有点不太安全 但是国外其实很多尤其是欧美他们特别喜欢涂搭 他们可以从欧洲一路涂搭到亚洲 非常的普遍 所以我其实也挺想尝试的 但是总是一个人有时候觉得非常不安全 所以基本上都是采用这个公共交通 所以现在咱们他的名字说跟普京是叫同名的 咱们就叫他普京哥吧 咱们跟那个普京哥一块去街头看看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这个新西伯利亚 也是一个街头艺人 现在是下半时间我们要去街头去表演 我很好奇他们这个街头表演可以赚多少钱啊 今天小玉也跟着他们去卖艺了 大城市咱们进城了 哇好高的楼啊 他说他也是一个博主 给我找他的那个视频看 是你吗 这是我 这是他在哈萨克斯塔尔录的 这个是他的朋友 你看似兄弟 现在集合了他的朋友要去街头演唱了 第一次来这个新西伯利亚 就能遇上这么一亲友爱的朋友 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跟国内一样可以扫码付款啊 好多人在看小歌唱歌啊 咱们代表友谊也给他 咱们的演唱还是成功的哟 很多人观看 小姐姐扫码了 实力派啊 好多人给钱 哇 今天在换这个小姐姐唱歌了 也很美丽啊 他们年轻人都好多才多艺啊 然后他才15岁 我的天哪 好年轻啊 幸福 幸福 有一个红衣衣美女 一直在这里听歌 非常中心的粉丝啊 然后趁着远柱还有一些 啊 阿姨也在这里听歌 哇 又来一个小孩子 哇哦 不经哥要为这位老夫妻演奏一首歌 然后他们动情的操仙啊 哦 歌是为了献给这位老夫妻 这个大叔很激动了 几个年轻人的歌声啊 在这个街头啊 增加了很多色彩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加入到这次的活动当中 哇 现在已经是新西伯利亚的10点钟了 还没有天黑 天空还是亮的 有两个小明媚啊 一直在这里动情的看着小哥 看来比较喜欢咱们的普京歌啊 确实咱们普京歌是有实力的啊 唱的特别的好 来这个俄罗斯的美女也是非常大胆的 遇到喜欢的歌手 不要伤联系电话啊 电黑了 我们要回去了 看一看我们 一共赚了多少钱啊 一共赚了有2000多卢布 就是200多人民币 It's good Good 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体验 他问我想不想在街头 做这个街头艺人 我说我不会唱歌呀 如果我会的话 可能我也会 小玉总是做亲女呢 一方面是为了省钱 另一方面也是可以遇到 形形色色的人 真的是什么类型的人都有啊 非常开心啊 今天很大的收获 嗨 最后遇到两个特别漂亮的俄罗斯女孩 他们问我是不是那个博主 我说是 然后告诉了他们我的频道 结果没想到这两个妹子 换的但是很可惜 没合适的东西换啊 哈哈 普京哥要用他的鱼衣 给我换我的 这是中国的 对啊 这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的 这个还是中国制造的 他要用鱼衣 给我换而醉 他这个在哈萨克斯坦 买的中国鱼衣 但这个比这个更便宜 啊 但是谢谢 好开心 这是他们两个 拜拜 Good night 拜拜